朋友们好,欢迎收听阿清讲的故事,喜欢记得,帮忙订阅点赞评论下吧。 这期继续讲《穷小子》第262篇,谈完了。 丁长生进屋时,赫乐蕊正在椅子上坐着看墨小鱼给丁长生的书。 嗯,走了,这书咋样,写的啥呀?丁长生问道。 围观之道,是冯道讲述自己历经久潮而不倒的原因所在,我也是刚刚开始看,要不要我讲给你听听? 赫乐蕊问道。 这个待会再说,我想问你件事,你能如实告诉我吗? 丁长生问道。 嗯,你说,只要是我知道的,我一定会告诉你,我不知道的,我也会帮你去打听,问问其他人知道吗?好吧。 嗯。 丁长生对赫乐蕊的态度很满意。 嗯,我想知道,你和许一见他们是什么关系?你怎么会和他们时常出入同一个地点?这是巧合吗?丁长生直言不讳地问道。 本来丁长生还想再等等,等陈六再调查一下看看,可是丁长生等不得,也没时间去等。 所以,还是直来直去的好,如果赫乐蕊能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那么丁长生还可以接受,他们就可以继续交往下去。反之,各走各地道,别再来往救世了。 听到丁长生这么问,贺乐蕊一惊,看向丁长生的眼神都带着惊诧,随即问道,你调查我了。 丁长生摇摇头,说道,没有,而是在查其他人的时候,你恰好在场,我想知道原因,是因为你也去帮我调查了。 赫乐蕊摇摇摇头,说道,这里不是说这事的地方,到下面去说吧。 赫乐蕊指了指地下室,说道,这个地下室是原来秦镇帮藏古董的地方,后来丁长生回来后,被他改造成了一个隐蔽的开会的地方。 这样一来,上面所有的探听这个家里谈话的设备都将失效,下面就像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和外界没有了任何的联系,下面连手机信号都没有。 在椅子上坐下,丁长生和赫乐蕊相对而坐,丁长生想要听听他的解释到底是什么。 你是不是怀疑我是和许一见一伙的,或者是和他和其伙来坑你? 赫乐蕊问道,丁长生没说话,这就代表着默认。 赫乐蕊笑笑,说道,有些事我是签了保密协议的,所以一旦我对外面的人说了,就可能承担很大的责任,因为这个责任有可能我被边缘化,也可能被踢出局。 丁长生依然默不作声,赫乐蕊继续说道,但是我是在帮你,从来没想过要害你和秦莫,我要怎么做? 你才信呢? 丁长生说道,告诉我实情,我可能就相信你,否则,上去之后,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走我的独木桥,我真的很难和一个自己怀疑的人合作。 更不要说合作这么重要的事情了,我不知道你的底细,我把我的底细给了你,那我随时都可能被你吃掉,或者是被你们吃掉,对吧? 赫乐蕊继点点头,说道,你的怀疑合情合理,但是我不能说,还是那句话,我要是说了,可能你的疑虑解除了,可是我再也帮不上你了,因为我会出局,所以,彼此保留一点隐私。 好吧,但是有一件事,你可以相信我,我是不会害你的。 这个解释很难让人信服,但是接下来赫乐蕊做出的举动让丁长生都感到意外,却不能不信他了。 你知道我最快乐的时光是什么时候吗? 赫乐蕊问丁长生道, 要给我讲故事吗? 丁长生问道, 赫乐蕊摇摇头,说道,不是讲故事,是真事。 我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在这间地下室里,和秦镇帮一起待着,我从小就喜欢他,一直到现在也是,我最爱的人,最喜欢的人都是他,从来没有改变过。 但是我现在要做一件事,就是为了让你相信我,没办法,谁让你是秦末的男人。 我对秦镇帮承诺过,保护秦末不受伤害,秦镇帮去世的时候,给我留了大笔的财富。 这些年,我翻了好几倍,但是我始终都没能完成他对我的嘱托,因为秦末根本不理我。 我没法照顾他,但是现在呢,我和他终于可以正常地交流了,这要感谢你。 丁长生摆摆手,说道,贺总,说远了,我们还是说许一件的事,您只要是能自圆其说,咱们就可以继续交往下去,合作,都可以,但是你要是让我这么一直怀疑,我眼睛里揉不得沙子。 我知道,所以,我做的事情也是一样,我说过,我喜欢的是秦镇帮,一直都是,但是我现在却要和别的男人发生男女关系,你说,我的内心是不是很煎熬? 这样的事,我都能做得出来,你还是不信我吗? 赫乐蕊问道,丁长生疑惑地看看身后,再看看赫乐蕊,吓得丁长生一下子站了起来,你想干嘛?坐下。 赫乐蕊突然交叉道,丁长生又被吓了一跳,下意识地坐下了,他惊诧地看着赫乐蕊,此时赫乐蕊站了起来,走到了丁长生的背后,两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慢慢地揉碾着他的肩膀,说道,我知道,陈六是帮你做事的,你可以让他去打听一下我的为人,自从秦镇帮死后,我再也没有和任何男人交往过, 我打定了主意,是独身一生的,可是你不信我,我要帮你,你不信我,我还能怎么办?上次秦莫回来告诉我说,他知道你在外面的花天酒地,但是却无可奈何,因为他爱你,就选择忽略你的缺点,只看你的优点,我很佩服他的心胸,所以,你想想,到现在为止,我害过你吗? 我给你的消息哪个不是隐秘之极,我也只能是说到这里了 情绪不高啊,怎么了?和贺姐吵架了,还是怎么了?我看你们俩都怪怪的 不会是,肖寒回来后,看到丁长生的脸色和贺乐蕊的脸色,以及贺乐蕊居然又没有离开四合院,这让他不得不多想 所以,回到了丁长生的房间里,肖寒就小声问起来 丁长生和他相拥而眠,在他的耳边将今天的事情说了一遍 肖寒惊诧得差点坐起来,多亏是被丁长生抱在怀里了 他惊诧得,不是贺乐蕊和许一剑有什么关系 而是贺乐蕊在地下室里,对丁长生说的那些话 贺姐在圈里一直都是个非常神秘的人,虽然有人说他靠上了哪个高官 但是这个人是谁,没人知道,我相信他不是那样的人 多少人都想摘这朵白莲花,盛开在你的面前 你居然不摘,真的转性了 肖寒问道 摘个屁呀,我觉得他那么说,给我挖了两个坑,无论我跳哪个,都没好果子吃 丁长生悠悠地说道 什么坑?肖寒饶有兴致地问道 第一个坑,就是独我不敢做 这是不是一个坑,我现在就跳到这个坑里了,没敢做 第二个坑呢,我就做了 你想,这事只要是我做了,早晚会被秦莫知道 说不定他自己都会拐弯抹角地告诉秦莫 我的天,秦莫要是知道了,还不得杀了我 丁长生说道 我就不明白了,秦莫杀你干嘛 换句话说,要是赫乐蕊不同意,你敢吗?对吧? 秦莫多管闲事 丁长生摆摆手,说道 话不是这么说的,毕竟赫乐蕊的身份不一般 那是和他爹好过的女人,我再插一脚 不合适,你说他现在给我挖了这俩坑 我是非得选好一个跳下去不可 就成了现在这样了 又是一夜难眠,早晨起来时候 丁长生看到赫乐蕊早已做好了饭,正坐在餐桌前等着他呢 早,早,我感觉我成了你们的老妈子了 赫乐蕊说道 丁长生尴尬地笑笑 昨天的事,他们没再提 但是丁长生对赫乐蕊起了一丝警惕 毕竟丁长生不是小孩子了 不是说几句话就能哄得住的 所以,此时的他,还是多了一点小心 今天我们 去秦城监狱 我昨天联系好了 你不是要见他吗? 去了看看再说吧 能见你最好 不见你,也不要有想法 里面关着的人,心思早都死了 不配合也是正常 赫乐蕊说道 谢谢 丁长生说道 这是在和我客气吗? 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是不是还在为昨天的事耿耿于怀? 我要是能告诉你 我不会瞒着你 我不告诉你 那是有我的苦衷 所以,你要是不信我 或者是让我做点什么事 你才能信我 随时都可以告诉我 我能做的就做 不能做的,我也会告诉你 赫乐蕊说道 这一次,是丁长生开车 赫乐蕊坐在了副驾上 帮着丁长生设定好了导航 然后在副驾上躺好 说道 昨晚你们大呼小叫的 吵得我一夜没睡好 我歇会 你按照导航开就行 到了告诉我 丁长生一边开车 一边看着身旁躺着的赫乐蕊 带到等一个红绿灯时 丁长生脱下了自己的外套 给他搁上了 谢谢 我不冷 待会睡着就冷了 我开车没事 有暖风 丁长生说道 丁长生知道他没睡 所以就和他有一句没一句地谈着 谈的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话 有的是关于秦末的 有的是关于秦镇帮的 但是他们都小心地避免昨天的话题 这就让这样的谈话显得很尴尬 莫总给的那本书不错 我昨天看了一半 有时间我会翻译成白话文发给你 多看几遍 受益匪浅 为官知道 的确是一个大学问 冯道只是保证自己不倒 但是你还得上进才行 不到是最低要求 赫乐蕊说道 秦城监狱的犯人素质 高于全国的任何一所监狱 就像是北京人自觉地认为自己的素质 比全国其他地方都高一样 这里关押着全国最精明的犯人 试想一下 这里关着的大部分都是高官显贵 他们的脑袋能笨吗 所以 素质高于全国其他监狱 也是实情 而且 这里关押的不是高官就是显贵 没有一定的级别和社会地位 根本不可能关在这里 这和死了有没有进八宝山的资格是一样的道理 这都是有条条杠杠规定的 这里的管理和会见之严格 也是其他监狱不能比的 要不是赫乐蕊找了关系 丁长生还真是进不来见林一道 好久没人来看我了 没想到是你 林一道被带到会见市时 见面第一句话就是这话 我以为你不会见我呢 丁长生说道 好奇 好奇你来见我会说什么 林一道比之前老了很多 头发几乎全白 而且还都是头发茶子 但是精神尚好 我几年前见过林平南 人不经过魔力就是不行 虽然他之前娇横 但是现在还算可以 现在在美国的大公司里做投资顾问 混得很不错 看来林家的基因还在 丁长生说道 谢谢赞誉 说说你的事吧 来找我 不是为了夸我儿子的吧 林一道问道 丁长生点点头 说道 我去中北省工作了 中北省现在还是那样子 和你离开时差不多 不过他们又有了新的猎物 原是地产 我相信你该知道原是地产的情况 和当年齐家差不多的地位 如果我是来问问你的建议 能给我个什么建议吗 建议 林一道摇头笑笑 接着说道 你从外面来 问一个关在这里的人 对外面的事有什么建议 你觉得这是个玩笑吗 丁长生摇摇头 说道 我不觉得有多好笑 反倒是让我觉得 一个政治家 无论什么时候 什么地点 只要是有一点线索 就能知道 接下来该怎么办 这才是政治家 说白了 政治家玩得也是人心 不对吗 听闻丁长生这么说 林一道收起了对丁长生的轻视 当年这个人从自己的手指缝里溜掉时 他就知道 这个人不简单 现在看来 果然是这样 因为他还能再回来从政 就意味着这个人 有一颗不死的心 林一道想了想 说道 你到我这里来讨建议 你是怎么想的 我凭什么给你建议 面对林一道的不屑 丁长生不慌不忙地说道 你儿子在国外混得这么好 至少有我一半的功劳 你说你不给我出出主意 说不过去吧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吗 你以为你把他送出去了 你进来坐牢交代问题 他就能在外面风平浪静了 这些年至少有几十个人几十次想要他的命 要不是我找了人 暗中照看你们这些高官的子弟 他们或死或伤或失踪 你想要哪一个 丁长生问道 林一道闻言 瞳孔急剧收缩 问道 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虽然人在这里 但是我要是想查一些事 还是有人愿意帮忙的 你可以去问问 看看我是说的是真是假 你在做决定不迟 丁长生说道 林一道被关在这里 脑子虽然没坏掉 可是脑子的思维速度 的确是和以前不一样了 以前作为一个领导干部 每天要思考多少问题 现在在那个小房子里能考虑啥 下顿饭吃什么 眼见丁长生说得信誓旦旦 所以 林一道信了一大半 问道 都是些什么人 丁长生摇摇头 说道 我的人保护的人太多 或许你们的仇人也太多 我哪有时间去问这些屁事 是谁 你自己不知道吗 林一道不吱声了 丁长生接着说道 当年你离开中北省 虽然是上了一个台阶 但是瓜分与文家时 你们的分赃均匀吗 我听说这里面有些故事 我想听听这些故事 而且 你在中北省的人 没有全军覆没吧 我想知道这些人是谁 能给我什么帮助 作为回报 你儿子在国外会安然无恙 说不定将来你出来时 已经是儿孙满堂了 你想多了 我在中北省没任何的人脉了 我离开后 尤其是我后来出世 那点人脉 早已被人连根拔起了 你来找我 恐怕是让你失望了 林一道说道 丁长生笑笑 说道 无所谓 我可以等 我相信你会想起来一些 对我有用的事情 到时候给我打电话 我会再来看你 就在丁长生起身离开的时候 林一道问道 仲华去了中北省是吧 你知道的还不少 这里面也能知道这些事吗 傻蛋 这里面是可以看新闻联播的 我能不知道吗 你刚刚你要去中北省 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我问你 你有多大的把握 斗得过何家胜 林一道问道 斗得过何家胜 我和他斗什么 丁长生故作不知地问道 林一道也站了起来 说了一句话 让丁长生震惊不已 你回去好好想想 如果何家胜能进来陪我喝茶 我就可以帮你 否则就免谈了 这个问题 丁长生当然不能回答林一道 因为这件事 他从来没想过 要扳倒何家胜 别说是他了 就是仲华也没想过这件事吧 因为他们现在能自保就不错了 你和他有什么过节吗 丁长生问道 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 去查啊 我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如果有 再来谈 如果没有 就不用来了 你要是感动我儿子 我饶不了你 别以为你在外面可以为所欲为 到了我这个地步 谁还能没点保命的伎俩 你小心点好 否则的话 进来陪我喝茶吧 林一道说道 丁长生笑了笑 摇摇头 说道 不了 我没这个资格 你会有这个资格的 我在这里等着你 到时候你就知道 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了 林一道说道 谈得怎么样 丁长生出来后 赫乐蕊问他道 丁长生摇摇头 说道 这个老狐狸 居然诅咒我 要我进来陪他喝茶 没事拿你消遣吧 在这里面 还有什么乐趣可言 以前是什么生活环境 现在是什么环境 换作一般的人进来之后 心境调整不过来 很快就会死了 赫乐蕊说道 嗯 从他的话里 我怎么听出来 好像是他和现在的中北省省委书记何家胜的关系不睦呢 这是应该是好打听 丁长生说道 嗯 这是交给我 我帮你问问 赫乐蕊说道 丁长生点点头 虽然对赫乐蕊 怎么会和许一剑出现在一起 心存疑虑 可是还用得着他 所以 暂时也只能是这样了 那我没事了 送我去机场吧 我回北园 丁长生说道 那行 那本书我会翻译成白话文发给你 另外 为了文托起见 我多找几位古文化研究人员翻译一下 免得我翻得不对 赫乐蕊说道 丁长生点点头 看着开车的赫乐蕊 问道 你对其他男人的事也会这么上心吗 你见过我对哪个男人的事这么上心了 赫乐蕊问道 丁长生笑笑 问道 那你对我这是这么上心 是因为秦末 还是因为我 当然 是因为秦末了 不然呢 你想哪去了 秦末不在国内 很多事帮不上你 但是这些事 我正好是能帮得上你 所以就帮一把 不要想多了 赫乐蕊说道 是吗 昨天你说的那些话 我倒是觉得有点意思 丁长生回到北园下了飞机 在机场取车时 特意看了看自己的车 小心气渐 开车到了最近的汽车修理厂 现在是非常时期 一切都要小心为上 果不其然 当车被吊起来之后 在汽车底盘的一个非常隐蔽的位置 发现了一个不断闪着红灯的小装置 老板 你是干啥的 还有人跟踪你 这玩意我拆过几个 好像是什么定位装置 外国进来的新玩意 你看 沾上就能知道你的位置 据说分辨率一米级的 修理员说道 是吗 不要光查车底下 把车里里外外都给我查一遍 查出一个来我给你一千 丁长生说道 虽然自己没有接到车辆移动的通知 但是丁长生还是小心翼翼地 把车辆检查了一遍 好在是就这一个 没有其他的了 这玩意防不胜防 我建议你车上 安装一个反跟踪和窃听的装置 我有个哥们 就是干这个的 这是他的名片 在市里 你可以去找他试试 临走的时候 汽车修理厂的老板 又给了丁长生一张名片 好 谢谢老板 走了 丁长生上车离开了 丁长生进了省政府 直接去了仲华的办公室 将那个定位装置扔在了桌子上 说道 看看这玩意 在我车底下发现的 定位用的 看来我还没来呢 就有人对我感兴趣了 对你感兴趣的人多了去了 但是这玩意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我家里安的的那个东西 到现在都没查出来是谁干的 到过我家里的也就是那么几个人 省厅一直说正在查 正在查 都他妈的过去了这么久了 还没查出来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仲华苦笑道 嗯 这里面的问题看来不小 我要是来了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查这件事 哪怕他们找出个替死鬼来 也得找个人出来顶着 不然他们以为我们好欺负呢 凡事都得有个始终 否则都是这么不了了之 这日子没法过了 丁长生说道 好 这是你来了就办吧 问问中南省那边 接到调令了吗 仲华问道 还没有 要是接到了梁可义就告诉我了 现在没任何消息 那就是没有 丁长生说着 给梁可义打了个电话 还特意嘱咐他去问问 但是依然没有消息 你就这么急着调走吗 我问了 这几天没有中北省的公函 他们要么是没发呢 要么是在路上了 你再等等吧 梁可义说道 欢迎你到北原来玩 我有的是时间 陪你到处转转 丁长生说道 你拉倒吧 北原的事你先放放 还是先来江多一趟吧 这边的事还没完呢 梁可义说道 什么是没完 丁长生问道 唐玲玲的事 在贾省长那里搁浅了 我爸的意思是 你想想办法 他不是和朱明水关系不错吗 你找找门路 这是要是贾省长那里合适了 其他不是问题 我和唐玲玲吃了饭 这人还不错 只是谁没有糊涂的时候 对吧 梁可义说道 哎 我知道了 我这就回去 直飞江都 你去接我吧 到时候 我把航班信息告诉你 丁长生叹口气说道 挂了电话 丁长生说道 领导 你在催催组织部吧 那边没接到公函 湖州的事还有一点没弄完 我回去再走走程序 差一步都不行啊 北原的形势太复杂 所以也不急在意识 而且我问了问小江 原是地产的行政总裁叶如平 好像不知去向 这是他打听的结果 现在这个人在哪里都不知道 所以 等你来了 太多的事都等着你呢 不急 仲华的消息 让丁长生大吃一惊 他一直以为 叶如平是在看守所 或者是市局关着呢 没想到不知去向 这是什么意思 应该是在市局看守所关着的吧 丁长生问道 仲华摇摇头 说道 能在省政府里工作 没点背景关系是不可能的 那天吃饭 我问了问小江他家里的情况 才知道他父亲是江一山 省公安厅的副厅长 是不是很意外 丁长生点点头 说道 嗯 确实是够意外的 不过这倒是个好消息 所以 我问到了 叶如平的下落 没想到是这么个结果 你说这个人现在在哪里 没人知道 但是他们疯了似的 在找叶文秋 这姐妹俩到底有什么关系 这也是个值得玩味的问题 丁长生说道 仲华点点头 说道 这些事多得很 这里不缺其事 怪事 所以 等你来了 你一定对这些事非常的感兴趣 丁长生点点头 说道 那我先走了 到时候再联系吧 我尽快处理完那些尾巴事 然后早点过来 仲华起身送丁长生到了门口 丁长生要出门的时候 说道 我现在开车去机场 让小江送我去吧 一直把车放在机场我不放心 还是开回来放政府大院里 或者是放你家里也行 省得回来 就得去吊起来 查看有没有哪些跟踪设备之类的 仲华明白丁长生的意思 向小江点点头 说道 你跟着丁市长去机场 把车开回来 其实完全可以让仲华派车把自己送到机场 或者是打车去 但是非得自己开车去 还得让小江把车开回来 上了车 丁长生开车 小江坐在副驾驶上 小江 老师叫你小江 你的全名是什么 其实丁长生早就知道了这个人的名字 因为在去北京前 小江从人事处拿了一份省府办公厅的名单给他 这上面只有两个姓江的 其中一个是女生名字 丁市长 我叫江小辉 辅小的小 光辉的辉 嗯 你来省政府多久了 一年多了 大学毕业就来了 考进来的 江小辉特意提到 自己是考进来的 丁长生笑笑 表示知道了 接着说道 众省长的秘书一直没定下来 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是他感兴趣的事情 立刻问道 为什么 丁市长 我听说你是众省长的老不下了 还给他当过秘书 我想请教你一下 怎么才能为领导服务好 丁长生笑笑 说道 给领导当秘书 服务好不好都在其次 最关键的是对领导中心 哎 这话我和你说过吗 好像是说过了吧 你有什么想法 对了 你家里有人在政府系统工作吗 江小辉好像是特别不愿意提及家里人寺的 但是丁长生这么问 前几天仲华也这么问 他就知道自己不说也不行了 于是说道 我爸在省公安厅工作 但是我不愿意提他 因为只要是有人知道我父亲是在省公安厅里工作 就都以为我是靠我爸的关系进来似的 丁长生心想 你以为你不是呢 要不是你爸在背后为你做工作 省政府办公厅轮得到你吗 但是这话不能说 说了就打击他的积极性了 这是好事 其实众省长的秘书一直没有定 就是因为他还拿不准 我觉得吧 这是 你还真是要和你父亲商量一下 听听你父亲的意见 你呢 就把我今天说的这些话 原原本本地说给你父亲听 如果他听懂了 你这个秘书就定下来了 如果他听不懂 那我也没办法了 丁长生说道 江小辉好像是听懂了 又好像是没听懂 他不明白丁长生话里的意思 当然了 他这个资历 要是能听懂丁长生的话 那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下了车 丁长生把钥匙丢给了江小辉 握握手 说道 很期待和你共事 回去好好想想我的话 改天见 说完 头也不回地 进了后机大厅 江小辉开车回去的路上 反复想了丁长生的话 但是一直都想不明白 下了飞机 在出口看到了 笑颜如花的梁可义 哎 不容易啊 要是被人知道了 梁大处长来接的是我 估计中南省的官场 都要炸锅了 明天谣言就要满天飞了 丁长生说道 美的你 要不是我有事要和你说 我才懒得来接你呢 你以为你一个电话 我就能来接你了 梁可义白了他一眼 说道 什么事 说吧 丁长生说道 哎 我真的是没脸开口了 可是我不和你说 别人我更是不敢说了 要是被人知道了 你说 我爸在这个结果眼上 不知道被多少人诟病呢 梁可义继续说道 你哥又出事了 丁长生问道 梁可义点点头 说道 我哥不知道 怎么就认识胡州 一个叫柯子华的人 被他带去澳门赌博去了 他们一起的还有成功 这个人我知道 成千鹤的儿子 一下子输了一千多万 现在澳门被扣下两天了 现在才给我打电话 你说会不会早晚被他气死 我爸要是知道了这事 会怎么样 你刚刚知道 还是早就知道了 丁长生问道 昨天知道的 我就寻思着 怎么和你说呢 我不好意思说好吧 我也想了 他作死 我没办法 美国的事刚刚处理完 就出了这事 怎么就不长记性呢 梁可义说道 嗯 好了 别埋怨了 现在就说该怎么办吧 需要我做什么 丁长生问道 我想去一趟澳门 看看能不能把他带回来 但是没钱 是不可能带回来人的 所以 我需要钱 梁可义说道 嗯 这个坑挖的 有深度 丁长生说道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梁可义一愣 问道 他以为丁长生说他呢 他是真的没给丁长生挖过坑 我说的是 带你哥哥去赌博的这个人 柯子华 这个人和我很熟 我 成功 还有柯子华 我们三个是很好的朋友 但是到了后来 基本反目了 丁长生说道 那这是怎么办 梁可义担心地问道 其实呢 让你哥输钱 包括借了赌场那么多钱 都是他们设计好的局 目的就是想让你哥入局 只是你哥还就真的入局了 他们不是没钱 他们有的是钱 这些钱对他们来说不是事 可是这钱是你哥输的 他们要是替你哥还了 你哥就是欠他们天大的人情了 这个人情可不是小事 估计后面还是要你父亲来还 我说这是个坑 你明白了吧 丁长生问道 嗯 我明白了 这些混蛋 打得倒是好主意 梁可义愤怒地说道 人家 虽然打的是好主意 可是你哥 要是有点防备意识的话 也就不会出这事了 咱们俩现在的身份 出去很麻烦 这样吧 我们去珠海 一道强的事 我让朋友去那边接人 到时候直接从珠海入关就可以了 就算是去珠海 也得和你父亲说一下 这不是小事 你哥回来 也得好好接受教训 老师这么替他擦屁股 早晚会出大事的 这一次必须让他认识到 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丁长生说道 可是 我怕我爸会生气 到时候就麻烦了 梁可义说道 你怕生气也没办法 要不这样 我们先去接人 到时候再说 实在瞒不住了 你再告诉你爸 丁长生说道 梁可义点点头 现在也只能是这样了 他们这样的干部 别说是出省了 出地区都得汇报 远远没有普通人自由的多 唐玲玲的事 丁长生不打算亲自去找朱明水了 这老头对自己有意见 所以还是躲着点为好 让秦莫给朱明水打电话问候一下 然后让朱明水给贾东亮点一点 点不透 丁长生再出面 丁长生自信 朱明水的面子比自己大得多 所以 尽量还是不要去丢人现眼的好 自己和贾东亮没那么熟 再说了 唐玲玲这事 就是搂草打兔子 和远智能上位 已经是让丁长生非常满意了 唐玲玲上了是意外之席 不上也没什么可沮丧的 只要是何远智有能力守住湖州就可以了 丁长生联系上万有才的时候 这家伙正在上海出差呢 接到丁长生的电话 立刻表示自己可以赶往澳门 丁长生告诉他自己可以赶往朱海 让他接到了梁可欣之后 从朱海入关 到时候再见面 放心吧 没事的 很快就会有消息 再说了 我刚刚说了他们的目的 所以 不达目的是不会对你哥有任何的伤害 他们的目的又不是为了绑票撕票 对吧 丁长生安慰身边的梁可易道 飞机升空后 头等舱里就他们俩 座位是挨着的 所以 说起话来也很方便 不用担心被人听到 我有一种感觉 我哥早晚会拖累我爸 现在只是小打小闹 可是每一次都是要命的事 你说咋办啊 梁可易道 丁长生想起来自己在秦城监狱炸林一道的情景 笑道 哎 在美国时 我派人跟着他 到了国内 我以为没事了 所以 美国那几个人也没来 要不我再把人叫来 问题是 国内不和外面那么自由 再说了 到了你哥的主场了 那几个人跟着他也是个麻烦 这是你哥意识不到严重性 谁说都是白扯 说的就是这事啊 我真是无语了 梁可易说道 飞机降落之后 他们先在珠海找了酒店住下 丁长生开了两个房间 但是因为北方是天寒地冻 可是珠海是温暖如春 酒店的下面就是商场 买东西和吃饭还是很方便的 在商场逛了一圈 买了不少现在穿的衣服 然后去了一间音乐酒吧 慢慢地清音乐 三五个人坐在沙发上轻声聊着什么 丁长生和梁可易坐在一旁 要了两杯鸡尾酒 慢慢地感受着难得的宁静 我一直都渴望这样的生活 下了班 喝喝酒 聊聊天 但是组织部门的工作 那叫一个忙 我们没有一天不加班的 而且加起班来 那叫一个不要命 我干组织工作 真是干得够够的了 梁可易无奈地说道 趁你爸还没离开中南省 换个部门试试吧 丁长生说道 我也想过 不换了 到了新的地方再换吧 我爸是不会把我扔在中南省的 所以 到了新的地方 换个新的单位 到时候再慢慢适应吧 这个时候了 就不再折腾了 梁可易说道 也行 听你这意思 你爸是不是快要离开了 丁长生问道 梁可易文言 警惕地说道 别想从我这里套情报 我也不知道 问题是我真的不知道 我要是知道了 我就告诉你了 丁长生 你要知道一件事 那就是这个世界上 除了我爸 我最信任的就是你了 丁长生也相信 梁可易不是故意瞒着自己的 他要是知道 肯定会告诉自己的 通过这几年的交往 他还是能了解他的为人的 这点自信 丁长生还是有的 虽然梁可易和他爸爸一样 是个人精 可是在和丁长生的关系上 丁长生觉得他们相处得还不错 走吧 再喝就多了 丁长生说道 对面的梁可易 已经是醉眼朦胧了 没事 我的酒量还行 哎 难得能和你单独出来一趟 虽然是来找我那个不争气的哥哥 但是只要有你在我身边 我就感觉一切事都不是事 你都能给我解决好 可能这就是盲目地相信你吧 丁长生 你值得我相信吗 梁可易搂着酒杯 问丁长生道 丁长生已在椅子背上 看着有些酒意的梁可易 说道 走吧 你要是想喝酒 我们带一瓶回去 好不好 回去房间里喝 喝多了就睡了 梁可易没再说什么 站起来自己走了出去 丁长生结了账 然后拿着给他买的衣服 跟在后面一起出去了 海风一吹 梁可易清醒了很多 望着对面的灯火辉煌 再看看身后的丁长生 忽然问道 丁长生 问你个问题呗 什么 你喜欢过我吗 这话问的 这么突然 我该怎么回答你才满意 丁长生笑笑 问道 他感觉梁可易喝多了 巨石回答 你干其他的事 可以闷着良心 但是这件事 不能闷良心 我想听真话 喜欢过我吗 梁可易问道 当然 不是喜欢过 是正在喜欢 一直都喜欢 这个回答满意吗 丁长生问道 沙滩上的人不少 两人坐在沙滩上的石头上 梁可一开始时 还能自己坐着 可是渐渐地 就倒向了丁长生的怀里 丁长生知道他是故意的 绝不是喝多了的原因 刚刚还思维清晰 这会就喝多了 但是 男人和女人之间 只要是有默契 一切都不需要言语地表达 因为这个时候的一切话 都是多余的 丁长生的手从他的腋下穿过 这样就可以把他完全揽在自己的怀里了 万有才意识到 这是一次还丁长生人情的机会 之前 自己从丁长生那里获得了太多 但是一直没机会还 这一次 丁长生主动找到他 而且还说明了 这个人是谁 对丁长生来说意义重大 所以 钱不是问题 只要是能把人带回来 一切都好说 万有才到了梁可心通知给梁可义的酒店 通过了重重守卫 到了酒店房间门前 开门的人是柯子华 柯子华也很是吃惊 问道 怎么是你 万有才笑笑 这么就不能是我 成少呢 在里面呢 就你自己来的 柯子华问道 进了房间 里面除了成功之外 万有才也见到了梁可心 成功也很是意外 没想到万有才会来 他以为来的一定是梁可义 这样的话 这兄妹俩就很好吓唬了 他们也不想想 梁可义怎么会自己来 可是他们之前连偷渡的舌头都联系好了 就是为了方便梁可义过来 还有人 在对面呢 成少 我想和你单独谈谈 有地方吗 万有才问道 成功点点头 起身走了出去 梁可心也是心里一凉 妈的 这利滚利输了这么多钱 到现在他才明白自己被设局了 可是现在却不敢说 对方设局害他 因为当时柯子华只是带他来 并没有和他一起赌 他们是分开玩的 当他撑不住了时 才说自己认识柯子华 这才一起被保了出来 可是外面那些人都是赌场的人 就怕自己跑了 成功也是后来从香港来的 不关人家的事 在另外一个房间里 柯子华也想跟过来时 万有才直接说道 我先和成少谈谈 待会我们再谈 好吧 柯子华感觉自己的脸火辣辣的 被万有才打了一巴掌 但是无可奈何 他现在最担心的是 万有才带来的是什么消息 成少 你怎么也卷到这件事里来了 还是和柯子华一起 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啊 到了另外一个房间里 万有才低声质问成功道 这是和我没关系 柯子华说他来澳门了 你知道我在香港闲得无聊 好长时间没有和家乡的人聊过了 所以就过来了 来了我才知道 赌钱输了大钱的是梁可欣 这是真的是和我没关系 成功说道 无论现在有没有关系 现在梁可欣是知道 你和柯子华一伙的了 你家老爷子还在监狱里待着呢 我和丁长生 好容易安排他轻松点了 你来这么一处 要是让梁文祥知道 你们俩合伙设计了他儿子 他会怎么样 一个暗示 你家老爷子能不能活着出来 都是另说呢 万有才说道 成功脸上阴晴不定 点着了烟 深深地吸了一口 但是随即就感觉到 烟没有自己想要的味道 直接愣死在了烟灰缸里 抬头看向万有才 问道 这是丁长生也知道了吗 丁长生不但是知道了 也来了 就在对面珠海 而且我来这里 也是他的意思 让我过来处理这件事 丁长生有的是钱 所以 替梁可心还上钱 也不是大事 但是这件事 你要是解释不清楚 估计丁长生会很恼火 他对柯子华是美好感 一直都是这样 他们之间的恩怨你最清楚了 柯子华这是想要攀上梁家 而设计的圈套 但是现在看来 这个套没弄好 搞不好会把自己给套进去 万有才说道 那你说怎么办 丁长生也以为是我设计的套了 成功问道 这我不知道 但是他很生气 倒是真的 打电话让我来处理这事 让我全权负责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安全的带回梁可心 他就在对面等着呢 你是怎么想的 要不要和他聊聊 解释一下这事 柯子华找死 和你没关系 万有才说道 这本来就和我没关系 我和柯子华也就是那么回事了 他这次还是在利用我呗 柯子华一直都想巴结丁长生 可是丁长生不理他 好像是对他没好印象了 你要是真的想和他切断关系 最好是向丁长生解释一下 毕竟你现在和以前的差别太大了 但是不是谁都能巴结得上的人了 万有才说道 早早起来 丁长生带着梁可义吃了点东西 然后去关口等待着 万有才带梁可心回来 等了十几分钟后 万有才带着梁可心入关了 梁可义的心才放了下来 面对丁长生 梁可心彻底没有了官二代的傲慢 这一次要不是丁长生 他就得留在赌场等着剁手了 也知道了丁长生对他是真的好 当然了 他还不知道的是 昨晚他的妹妹梁可义和丁长生一度春宵了 虽然丁长生和梁可义不是交易关系 但是这件事他要是知道了 肯定会那么想的 回去吧 有什么是回去再说 丁长生和他握握手 说道 梁可义带着他哥哥先走了一步 丁长生和万有才站在原地没动 他说想见见你 以我和他的交谈来看 他确实是不知道柯子华干的这件事 他一个人在香港待着 虽然知道柯子华坑他 但是现在前对他来说不是问题 问题是寂寞和孤独 所以 柯子华叫他去澳门玩的时候 他没多想就去了 但是不知道却遇到了这批事 所以他很想当面和你解释一下 见他 怎么见 他回来吗 丁长生问道 不是 在公海上有一个游艇 你要是想去 我安排小艇过去 成功现在吸的数量比以前多了 也频繁了 我真是很担心 他哪天一下子过去了 你们想见也没机会了 万有才说道 柯子华呢 丁长生问道 还和他一起呢 也在游艇上 万有才说道 丁长生摇摇头 说道 既然是这样 我就不去见他了 你也不要去了 回湖州做做准备 准备接收柯子华的产业 我回去会把这件事告诉梁文祥 柯子华倒霉的日子来了 这个混蛋 居然想这么搞 我看他真是活腻歪了 这样行吗 不会出事吧 万有才问道 丁长生摇摇头 说道 这是你不要对外人说 回去之后 就像是没发生过任何事一样 告诉他们 就说我的身份不适合出去 等有机会再聚聚吧 现在不合适 嗯 这没问题 我能应付过来 我是担心 成功在外面胡说八道 到时候 梁可欣赌钱的事再被掀出来 就麻烦了 到时候给梁家办了好事 却没得到好的回报 万有才说道 对了 你不提醒 我倒是忘了 你去找找赌场的老板 不论采取什么办法 一定要把赌场梁可欣赌钱的录像材料 拿到销毁了 同时告诉赌场 要是再出现视频材料 让他们小心点 做事做人要讲信用 丁长生说道 这个没问题 那我去了 有什么事回去再说 万有才说道 嗯 处理完了就回来 胡州的事 有的你忙了 丁长生说道 他一直都在找个机会 想要把柯子滑绊了 这个人在胡州谋发展 一直都是丁长生的心腹大患 而且有消息说 他和许家明还有些牵连 现在许家明被关在看守所等着审判 而这是个绝佳地处理掉柯子滑的机会 柯子滑倒了 胡州就没什么可让丁长生感到切夫之患的人了 我觉得 这是不能就这么算了 我看回去之后 还是和你父亲说一下吧 我联系胡州方面的公检法 把柯子滑彻底拔掉 至于成功 他对这件事 的确是不知道多少 柯子滑是罪魁祸首 我那些钱也不能白白被他拿走 我得拿回来 丁长生说道 梁可义回过神来 狠狠地瞪了丁长生一眼 然后起身拿着纸巾去了厕所 好一会才回来 没事吧 丁长生问道 梁可义不吱声 盖上了毯子 说道 我会和我爸说的 但是要等他出国之后 不然的话 我爸会打死他的 你看他这样 哎 我怎么有个这样的哥哥 这一次实在是谢谢你了 不然的话 我家不知道要出什么事呢 丁长生摇摇头 说道 人情你不是都还了吗 而且 还得再继续还下去呢 怎么 不想还了 如果我的调令到了 立刻给我签发了吧 我早点过去 仲华怕是要撑不住了 去了这么久了 连办公室都没出过呢 就在办公室听报告了 那些人就是想要利用报告困死他 丁长生说道 你这样过去 我真是很担心你 担心你被人暗算了 仲华是省长 最多是把他排挤走 但是你不一样 你是个小人物 万一被人暗算了 你怎么办啊 我怎么办啊 梁可义担心地问道 你放心 没事的 我经历的是还少吗 我命大 而且我相信 北原是我的福地 我到哪里 都把这地方当我的福地 我相信我会做得很好 一帆风顺的地方 不会出成绩 没有矛盾 有什么意思呢 丁长生满不在乎地说道 梁可义不再说话了 他心里对丁长生的担心更深了 非到一半 梁可欣醒了 坐起来看看周围 这几天他都没睡好 一直都在想怎么办 这么多钱 他该找谁要 要是让他爹知道了 肯定是要杀了他的 他知道他爹的脾气 所以 这是想来想去 就只能是找丁长生 要找丁长生 谁也没有他妹妹更有面子了 长生 我这次是被柯子华坑了 这个混蛋 我回去要和他好好算账 梁可欣说道 以我的主意吧 你回去后 还是不要在家里过年了 回美国吧 再说 你们又不是在春节期间放假 回来干嘛 现在你爸是关键时刻 不知道多少人盯着他呢 你想想 一个不小心 一切就都完了 丁长生说道 就这么算了 梁可欣不甘心地问道 丁长生摇摇头 说道 剩下的事我来做 你没必要亲自出手 你如果亲自出手 肯定会让成功和柯子华新生警惕 你父亲也会察觉 到时候你就没好日子过了 梁可欣想了想 点点头 没办法 这两次都是丁长生帮他摆脱麻烦 虽然他爹最后还是知道了 但是也没有给他很大压力 这已经让他觉得是万幸了 要是他爹真的怒了 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呢 所以听到丁长生的建议 默默点点头 可欣 其实你家老爷子 现在正在处于关键时刻 你妹妹也在这里 我也不藏着掖着了 你想想 要是因为你这件事 给你家老爷子带来麻烦的话 你们整个家族 可能会失去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成功了 梁家在未来中国政坛上 会有一席之地 但是如果失败了呢 这个机会就没了 丁长生说道 梁可欣看向丁长生 梁可欣也仔细地听着 觉得丁长生说得很有道理 嗯 回去帮我收拾一下 我还是回美国吧 国内的坑太多了 还是外面待着舒服 梁可欣说道 这就对了 如果缺钱 就找你的保镖要 一般的花费都没问题 我还能承担得起 丁长生说道 谢谢 梁可欣点点头 起身向后面的机舱厕所走去 梁可欣看他哥哥去了后面 回头瞪着丁长生 问道 你什么意思 给他钱干嘛 让他在外面花天酒地吗 你这是在害他 丁长生笑笑 说道 那能怎么办 你看他这样子 缺了钱行吗 有钱花 有得玩 只要是不惹货 你就烧高香吧 我知道你懂事 你爸也看中你 但是你不要指望你哥哥也和你一样好吧 他只要是不出问题 那就是最好的消息 再说了 从我这里拿钱 你还不信任我吗 我不会因为钱的事情要挟你们 但是他要是从别人那里拿钱 后果是什么 通过这件事 你还不明白吗 万有才独自上了公海的游艇 成功和柯子华看到 就他一个人来的 很是失望 丁长生呢 柯子华问道 回江都了 说是有急事 我尽力了 但是人家不愿意来见你们 我也没办法把他绑来吧 万有才说道 他没说别的 成功问道 万有才摇摇头 说道 没说 不过好像不是很高兴 接了两口心就走了 不过你胆子也太大了吧 省委书记的工资 你都敢设计 我看你这不像是在做买卖的节奏 你这是不要命的节奏啊 这是和我没关系 都是华子搞的 我现在就是要你和丁长生好好沟通一下 这事既然是这样了 过去了就过去了 你和丁长生好好聊聊 他损失的钱 我给他补上 成功说道 柯子华在一旁眉之声 脸上阴晴不断 成功以为 这事就是柯子华搞出来的 可是他柯子华刚刚从里面出来 有本事干这事吗 有这么大的胆子 干这事吗 成功和万有才都不知道的是 这是没这么简单 所以这件事虽然办杂了 可是柯子华内心里还是有一点希望的 丁长生有什么可怕的 这是和他有什么关系 他和梁可欣有个屁的关系 是他爹还是他娘啊 什么事都差一杠子 我看他管得也太宽了吧 柯子华不愤地说道 万有才笑笑 看向柯子华 问道 柯总 你这话在这里说没用 你有本事回胡州当面说给丁长生听听 看他会不会抽你 他敢 我告诉你 万有才 你怕他 老子不怕他 就他有后台啊 老子就没后台了 柯子华说完 不顾成功和万有才在这里 出了游艇 跳上了快艇 扬长而去 万有才隔着闲窗看了看远去的柯子华 看向有些病奄奄的成功 说道 成少 我看这次你又被柯子华给利用了 什么意思 你听他刚刚说什么了吗 什么 成功现在脑子有些迟钝 可能是长期吸食毒品有关系 所以听到万有才这么说 还没回过神来 他说 他不怕丁长生的后台 他自己也有后台 我想 你不会以为他说的那个后台是你吧 你现在还能给他什么后台支持吗 万有才问道 成功愣了一下 说道 你有话就说 别藏着掖着了 说 什么意思 很明显 他这是攀上高知了 至于这个高知是谁 我还不确定 但是好像这次给梁可欣设套 没这么简单 好像一个柯子华也没这么大的胆子 想想这里面的事 这后面的博弈 真是让人害怕啊 万有才说道 成功闻言 看向万有才 问道 会是谁 万有才摇摇头 说道 我也不知道 但是这是 我得告诉丁长生 不然的话 他还会把你扯进来 从这次根本不屑于来船上就是正名 成哨 你在大陆的产业 到现在为止 还没给你全部没收 已经不错了 够你下半辈子吃喝玩乐了 就不要再跟着柯子华瞎闹 被人当枪使了 我知道 我这次是瞎了眼了 以后再有这样的事 我不会再参与了 成功说道 但是万有才在心里叹口气 心想 还有下次吗 丁长生接到万有才的电话后 还是很吃惊的 看看窗外的城市景色 他觉得 这是应该告诉梁文祥 否则的话 这样的事以后不知道还会有多少 而且梁文祥现在还在中南省 对这里的一切还具有掌控力 正好是处理这事的合适机会 喂 你是回家了 还是在单位呢 丁长生给梁可义打了个电话问道 我在单位呢 走了一天 案头的文件就堆积如山了 我正在加班 有事吗 梁可义问道 嗯 有点事 你等我吧 我去找你 这是最好是面谈 丁长生说道 在丁长生来到之前 梁可义加快了处理工作的速度 虽然年纪不小了 可是内心还是一颗少女心 虽然她知道自己和丁长生之间没什么未来 但是现在的她 顾不得那么多 痛快一会是一会 再说了 当女人处于这种状态时 总是会找各种理由说服自己 而同时选择忽略对自己不利的因素 包括这个男人是不是有家事 请进 丁长生敲了敲门 梁可义亲自去开了门 虽然门并没有反锁 嗯 梁处长也太敬业了吧 还在忙 你不是回家了吗 怎么又出来了 他没问你去干啥 梁可义咬了一下嘴唇 问道 我的事他从来不问 我还没进家门呢 接到了万有才的电话 我觉得他说的事情有些蹊跷 所以 想过来和你聊聊 你哥走了吗 丁长生问道 出了这么大的事 他还敢在家里等着吗 回来拿了箱子 就去上海了 从上海直飞美国 和他有关系吗 梁可义问道 丁长生把万有才和自己说的那些话 对他说了一遍 梁可义也惊呆了 这可不是小事 你有证据吗 要是没有证据 这是最好是不要让我爸爸知道 你知道的 他要是相信了 那这是意味着什么 你懂得 梁可义问道 我知道 所以 我只是先和你说 至于你怎么处理 那是你的事 但是你哥这事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我看 你还是等你搁上了飞机后 巨石告诉你吧 就算是没有这事 也好有个心理防备 但是我想来想去 柯子华还真是有这个可能在替别人挖坑 只是我们 对这事反应迅速 把钱还了 然后他们还没来得及做文章 否则的话 这是还真是不简单 丁长生说道 必须要现在说吗 没有证据的是能乱说吗 梁可义问道 你爸是政治家 不是我们这样的小官僚 他知道轻重 也知道从哪里下手查这件事 所以 告诉你爸后 我们可以掌握主动 否则 这么一味地被动挨打 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丁长生问道 梁可一点点头 说道 你做会吧 我写完这一点就回去 你和我一起回去 还是你说比较有可信度 他相信你说的 咦 长生 你怎么在这里 眼看开门的是丁长生 梁文祥愣了一下 梁书记 我有重要的是要汇报 在办公室里不合适 我就找了可义 他带我来的 丁长生一本正经 非常严肃地汇报道 哦 他人呢 梁文祥问道 去楼上了 不知道 在干嘛 丁长生指了指楼上 说道 嗯 坐吧 说 什么事 还不方便在办公室里说 我不喝茶 你自己喝吧 梁文祥摆摆手 制止了丁长生 给他倒茶的举动 嗯 那我先说是吧 但是 在说这事之前 您一定要保证不生气 因为这事已经处理完了 你现在就是生气 也没意义了 丁长生说道 梁文祥一愣 向后已在沙发上 含着脸 说道 你先说什么事吧 我生不生气 也得看你说了什么事 给 要 先准备着 别待会生气 再把你给气死了 梁可义伸手 把药放在了茶几上 出什么事了 梁文祥看到自己女儿 这么一本正经的样子 感觉事情好像有些不对劲 问道 算了 前面这事还是我说吧 梁可义看看丁长生 说道 丁长生点点头 于是梁可义就把昨天 自己和丁长生去了一趟珠海 这是说了一遍 也解释了昨晚没回家的原因 现在闺女大了 昨晚没回家 梁文祥还想着 自己女儿是不是有男朋友了 她不是那种封建家长 都是年轻人 偶尔做个什么出格的事 也可以原谅 她只是不知道 昨晚梁可义是在和谁一起破了肾 梁文祥开始有些不信 但是看到女儿严肃的表情 再看丁长生 也是一样的脸色 这才意识到他们说的可能是真的 一巴掌拍在了沙发扶手上 低声吼道 那个混账呢 去哪了 把他给我叫来 去美国了 不敢在家里待着了 所以 你现在生气没用 再说了 这次的事也不全怪我哥 是有人给他设套了 他也是被人骗了 要不是丁长生 他这次的麻烦大了 梁可义说道 梁文祥感觉到很恼火 恼火的是 自己这个儿子 怎么就这么不争气 还有就是 自己欠丁长生一个人情了 上次的人情还没还完呢 这次好了 又欠了这么大一个人情 光是花在自己儿子身上的钱 丁长生花出去一千多万了 这人情怎么还 你想说什么 接着说 梁文祥看向丁长生 说道 那眼神够吓人的 丁长生心里想 这是你儿子闯的祸 你瞪眼吓唬我干啥 但是不敢这么说 于是说道 我一开始就怀疑 这是是不是被人设的局 我还是了解可心的 他不会这么胡来 果然 我找了海外的关系去查了查 是一个叫柯子华的 带着可心去的 但是为了避嫌 他们去了之后就分开了 可是后来的调查是 这一切都是柯子华设计好的套 我的人找了柯子华了解情况 无意中从柯子华的话里 听到了这样一个信息 就是 这件事不是柯子华自己鼓刀的 他的背后还有人 梁文祥文言 瞳孔收缩 瞇着眼问道 还有人 是谁 这个 暂时我也不知道 但是柯子华肯定是知道的 我已经和胡州市局的人说了 让他们盯着柯子华的公司 看看柯子华什么时候回来 我去找他问问 丁长生说道 你确定吗 梁文祥问道 嗯 我确定 这是我来负责吧 把柯子华背后的事和人都挖出来 我也想知道 到底是谁这么大的胆子 丁长生说道 好 把这个柯子华给我抓了 好好审审 看看这里面到底还有什么事 梁文祥此时冷静下来了 看着丁长生 一字一句地说道 嗯 我会把审讯的视频和材料都及时汇报 好 长生 感谢的话 我就不说了 这是你帮了我的忙 我记住了 但是你离开胡州之前 一定要把这事给我处理干净了 梁文祥说道 丁长生点点头 说道 我明白 要是没有其他的事 我先走了 为什么这是现在才告诉我 带到梁可义坐回了沙发 梁文祥这才问道 爸 我告诉你了 又能怎么样 你去哪找这一千多万 这种事 最好的方式不是纠缠 而是不论多少钱都给人家 然后把人接回来 不但如此 丁长生还找了人和关系 把赌场关于我哥的所有视频都买了回来 我没问花了多少钱 梁可义说道 梁文祥没吱声 过了一会 梁可义说 要去做饭时 梁文祥却说道 等一下 我还没说完呢 梁可义坐在那里看着梁文祥 问道 还有啥事 我哥现在在飞机上 你联系不到他 他的事 你问我就行了 你和他什么时候好上的 梁文祥问道 什么 我说你和丁长生 是什么时候好上的 你知道他的情况 我也警告过你 你还这么干 要是传出去 这是怎么说 梁文祥脸色严肃地问道 爸 我是成年人了 我也没想过要和他有什么结果 我只是觉得这个人很可靠 我每当遇到什么事时 没有他办不了的 爸 不得不说 有些事你都办不了 但是他呢 我哥在美国出事 在澳门出事 我第一个想到的都不是你 都是他 所以 我和他好不是因为他帮了我们 而是他的个人魅力 深深吸引了我 梁可义说道 可是 你想过后果吗 梁文祥知道 自己难以说服自己女儿了 虽然不知道 他们谁主动的 但是看得出来 女儿对他自己和丁长生的关系 非常自信 作为父亲 虽然极度不舒服 可是就像是梁可义说的那样 他是成年人了 凡事可以做主 可以独立思考了 这需要什么后果 爸 我只知道 有他 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能给我安全感 将来我要是有什么事需要他 一个电话就能过来 给我办得妥妥的 这就够了 其他的吗 我也没想过那么多 爱咋咋滴吧 梁可义说道 梁文祥叹口气 不吱声了 一个 是女儿大了不由爷 二来呢 他说的也是事实 人在官场也不是万能的 自己有这么一个混账儿子 足以把自己毁灭多少次了 可是因为丁长生的存在 使自己化险为夷 但是也正是这个丁长生 却瞒着自己 悄悄地把自己女儿的心偷走了 自己是该感谢她 还是该恨她 梁文祥的表情 被梁可义看在眼里 他走到他的身边 坐下后 挽住了他的胳膊 说道 你还能看护我一辈子吗 不能 所以 我就想着自己找个能保护我的男人 你老了 我该换个年轻的接班了 混账话 梁文祥无可奈何地说道 牛肉 老面 破 ep 什么 这道 absent